這樣就鑄成大錯了 起碼買回20元 是鴛鴦Q 兩個小紅牌 周俊樂 和陳家禧的馬匹 各位網民 各位 這個是Peterson的支持者 又來到星期三晚的賽事 今晚在法律局跑 C欄加3 即是 跑完下一次 正路又跑回A欄 大家知道 在星期日 我曾經 在很多場的Tips裡 都是有 來的 有貼中的 尤其是頭三場 贏了錢 有一個House Money 馬匯的籌碼 我一時疏忽 犯了腦筋上的錯誤 就在第六場 沒有繼續買 起碼買回 20元而已 是鴛鴦Q 兩個小紅牌 有7磅減的周俊樂 和陳家禧的馬匹 所以 這樣就駐成大錯了 因為 那一場是 不是獨贏 獨贏 當然是由二十幾倍 周俊樂騎的三沿密路 打到7.9 贏馬 而 陳家禧那一筆更冷 上一次 這筆 保羅城泉 上一次 是跑 短一點的路程 都不到的 這次 多了兩百米 竟然到 你說 跑馬的邪牙 很多時候 是難以指信的 事情 分分鐘 你以為沒有可能 都可以發生的 所以千萬不要省那些 即是 雞仔豬 這些雞仔豬 買那碗才是和味 所以 今天 我呢 就 期待 這兩位人兄的三場賽事 第一 第六 第七場 我是會壓住的 第一場 就是 軍炮 周俊樂騎 中複者 陳家禧騎 兩筆都是有些分頭的 尤其是 陳家禧那一筆 中複者 所以 買回 二十元 鴛鴦Q 或者你喜歡薄殺些 買複式的 這兩筆的二重彩 都是二十元本 有驚喜的 一場就可以夾 一二千人回來 好了 另外 第六場 又是這兩位 就是 周俊樂 一號 牛禎大哥 和 得益良多 陳家禧 第七場 也有這兩個 七磅仔 有磅減的 就是五號 周俊樂騎的風雨區 還有 美麗 約動 就是七號 這六十元 我當 拋水片 幾大 都不要犯上星期六的錯 好了 今晚 這是九場 馬 的貼士 預測之前 首先 就是 上星期 第七場 和 第十場 我得到 看馬 又一個 教訓 就是 很多 就是 冷門的馬 和 不是 排面的馬 是 邊線的馬 他都能夠 很多時候 靠 步促 因為 匹馬 是善領放 是可以 帶到 回來的 用很慢的 步促 但是 有時候 如果沒有人燒你 沒有人跟你鬥搶 你就可以帶到 但是 有時候 你的馬 只是 唯一條路 去贏的 你不是很多分鎖在手 你要靠 這些 賽前 做好功夫 study好 其他對手 就好像 莫雷拉 和 蔡明紹 在第七場的 二郎 他就是 憑著 他 這個 冷靜的頭腦 帶了出來 這筆二郎是很韌的 當然 他帶得很慢 對不對 另外 就是 自己和馬房 那一筆 線路 又沒有 燒他 回到來 十一倍 幸好 這一隻 我又更整 至於 尾場 我就因為 覺得 莫雷拉那筆 美麗天使 太過熱了 只有 二十多元分 我也覺得 全日沒有輸了 有少少少錢贏 我就不去 繼續 壓大注 在這筆馬上 沒理由 你贏得一百多元 最多是買一百多元 沒理由 全部丟掉下去 再加自己的本 我剛才說 我本來有馬會的籌碼 但輸得幾場 到尾場 馬會的籌碼只剩一百一元 沒理由丟掉下去 一匹兩倍 多的馬 那就拖了 拖錯了 買二重彩 找美麗天使 走投 拖五匹 好分的 都沒有一匹跑到進來 反而自己 在YouTube Channel 叫人買WINPAY 那一匹14號 自然力量 跑到第二 容易的 單Q 那一場 莫雷拉真的浪費 很多心機去研究 難怪 我相信他認為 真的要送聖誕卡 或者送聖誕禮物給其他的騎士 因為他做了一個超慢的 第一段速 第二段速 但是又沒有馬燒他 結果就由頭帶美 帶到回來 那一匹就是美麗天使 跑1,800 嘩 頭那個是 頭那個半段 24秒23 你說慢成 多厲害 好像四、五班馬那麼慢 沒有馬燒 這樣莫雷拉就笑著 越贏 越二回來 兩匹美麗 串這個就是 第九口孖寶 有時候 跑完 一天都光光了 還沒跑之前 自己也是 好像煙雨蒙蒙 看不清楚 這些就是跑馬 的 下雨路 今晚的 九場賽事 我就不會玩完九場的 第一場呢 也是 這個 初試提升 用二十匹 去買 鴛鴦橋 再加多二十元 買這個 就是 那個叫做 二重彩 的 複式 買 真的 兩個 是 七磅仔 是 軍炮 周鑽樂騎 一號 還有 中複者十一號 陳嘉希騎 相信 跑到二重彩出來 分分鐘都過千分 至於 若然 跑鴛鴦橋 我相信 加起來 都會到時 如果 那些大哥的馬 買越熱 分分鐘都有七百百元 回來的 四十元本 是不是 現在 你可以看到 究竟 今晚的賽事 在內蘭 有沒有 好處 還有 我因為 我每星期三 就在 快樂谷 裡面的球場 是 教 中學生 踢球 足球 我 永遠都會 看看 就是 癡難 那些草 是不是 很鬆 我會走去 踢一下 因為 那時候 我們練球 三小時 還不是跑馬 你不要 這麼明顯地 去 踢別人的草 在草邊 看看摸摸 你就知道 對不對 我到時 會加上 在 頭的四場 還沒押地之前 看看 今晚的賽道 如何跑 才對 因為很多時候 若然 裡面 是 草 是長得很實的 分分鐘 頭那幾場 在內蘭 一二三 四檔 是好處 但是 裡面 鬆的話 所有 那些 騎師 把匹馬 拉出來 頭那幾場 分分鐘 是外面 蓋得好處 頭那四場 但是一押地 就不同了 所以 其實 騎師 我們踢球有 他們不會跟我們說 馬匹的機會 但是 他們都會覺得 真是的 每個星期 要打醒十二個精神 去檢查 究竟 跑道 是 頭那幾場 是怎樣 然後才想辦法 去這個 克服 這一條 這麼特別的跑道 今晚的第二場 就是第四班 跑這個 1650 是分開 兩組 第二、第四場 這一場 我就覺得 好幾匹 熱滿 都是 有機會的 所以呢 我就介紹 四匹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二號 營火超影 潘頓騎 今晚 他有幾場 為高伯新 是 撥殺的 四檔 加上 六號 卓喬飛道 就是 蘇惟賢 Chris So 周進落 拿過一檔 看看他會不會 帶得到 看看 場地有沒有幫助 要留意 如果 第一場 馬 是一二三 當好的 這匹 是要做膽 但如果不好 就不要做膽 我講 這個 著喬飛道 愛逍遙 徐宇石 很多時候 馬 是緊緊 這個邊線 是要靠 莫尼拉去搏殺 他會被 莫尼拉騎 我相信 愛逍遙 就是這一匹 至於 一匹 是幾 反覆的 9號 的儀威 由三哥騎 三哥 騎 霍利時 的儀威 上一次 大冷 是跑第二 又是跑1650 30倍 所以 我就介紹 2689 第三場 就跑 第五班 那些垃圾貌口千二 分分鐘 就是那些熱門 帶不到的 你喜歡買 冷門 你可以買冷門 但是我只會買一票 就是 以一百元 我來看馬 就是買 潘頓藥 這個是二號 家喜王 是 希望 有三倍 一個 拿一個四檔 賀賢今晚 都相信 可能會 薄殺 看看 一百元 買WIN 單WIN 其他不拖 太複雜了 簡簡單 我們是看馬 這場 叫做看馬 所以 你不喜歡 可以倒冷 也可以不倒 OK 好了 去到第四場 1650 我會介紹 以一匹馬 有三匹馬 我會介紹的 是第四班 跑1650 是第一口 馬D的場合 第四、第五場 我介紹第一匹 就是周俊樂 騎下徐宇石 雲來福星 上一次 莫尼拉騎 是重磅 跑第四 這次的匹馬 是沒有輕過磅 只是減了一磅 給了年輕騎 我相信 他會 嘗試領先 看看能不能帶回來 另外一匹 就是四號 蔡翰 今晚被四匹馬 莫尼拉去博殺 就是追風 其足 這匹馬 就是拿個漂亮檔 三檔 通常莫尼拉 如果跑一些 一里二內 或者短途 拿到一個漂亮檔 他入圍的機會 四甲機會 是高漲入雲的 另外一部分 就是 文家良的機緣巧合 機緣巧合 上一場是贏了 巴道騎 今天又是給巴道騎 現在 147 就是 較為熱門的馬 但是 他那個 都直撥的 找他來買 這張Q 或者四連環的 打馬 都OK的 但是 冷門 我介紹的是 9號的 安定繁榮 何宅堯 說 這匹馬 好像走了 一樣 但是 馬防勁 羅庫全 加上 何宅堯 拿個二檔 所以 這匹 冷門 十幾二十倍的馬 不容忽視 我相信 是跑完第五場 才壓地的 你留意 通常 第四場 如果是跑之後 如果是跑八場 但現在是跑九場 可能是第五場才壓地 這一場 我有 最短途 四班 我有幾匹介紹 分別是熱門 國學競出 是蔡漢的馬 跑一千 拿個六檔 不是衰檔 起碼 如果 他 好像平時 一彈彈出來 看看 莫拉 怎樣 用他的騎功 搭救 希望 頭三名 回來 至於 冷的 我有三筆介紹 分別是第一次出 最近 賀良的馬 都正在來 雖然馬 真慘 比較少 就是包裝得勝 他和包裝系的馬主 都很熟 這匹馬 包裝在外地 是很厲害的 三勝 一入位 這一匹 就是包裝得勝 至於大閘 一次次 跑第一 二 可能是即食麵 麥可 即食麵 包裝得勝 四號 另外一匹 就是八號 淺途燦爛 由呂建威轉到葉楚行 交給最近的冷殺手 梁家俊 八號 十號 超額一 認購 我都說了 賀賢今天可能會博殺 博殺之中 又算是交給這一位 現在 他的奇技 是復蘇 回去 他頭兩年的威勢 騎術 就是 Mathiel Chadwick 就是 蔡明肖 這位仁兄 現在沒有這麼招職 高冬妮也有給他馬居旗 為什麼有一陣子 高冬妮不給馬居旗 就是因為 他有時候 早上見面 到高冬妮 不叫聲師傅 或者Mr.Cruz 當然會生氣 我們做教練 都教學生 除了球技好之外 還有好的品格 還有好的禮貌 對不對 是不是 這一部分 蔡明肖其實是10號 這三部分 冷滿 可以加入 考慮做腳 或者四川六 賣一點 OK 今天真的很多貼士 跑這麼多場 自己有做過功課 我沒有說收回賣賣 好了 這一場 首先 我買回 這個一票 就是 一二 就是我說 兩個七磅仔 弄回廿皮 做這個 希望 做這個 燃梳 安全 先 不要這個走保 就是一二 毫馬 陳家熙的牛津大哥 和得益良多 周俊樂 好了 整完這二十元 輕投注之外 我就介紹 二八九這三匹馬 做這一場 三重彩連勝位 鴛鴦Q等 就是要得益良多 周俊樂騎 氣氏馬 他都騎過這一匹馬 是很好跑的 上一次是一四二場 跑到第二 另外一匹就是 第八號的 翡翠劇院 文家良的馬 今次就不讓何宅堯 讓梁家俊騎 八號 另外一匹就是 九號的 魅力漢子 拿一匹馬 看看有錢分 莫黎拉和翠翰 會不會去博殺 這三匹 二八九 另外還有 第七號 我上一場 輸了錢的銀時 我會當他是腳 玩的 會拖他的 因為 上一次走了保 今次 不肯 弄個回尾槍 我就死了 另外一匹就是 十二號的 赤水神駅 但是這一匹 其實就是 愛麗 買四龍彩 最後那匹 因為這匹馬 真是陰陽怪氣 在 103 那一場 梁家俊 在五班 贏過 這匹是五班馬 所以 只是 提提大家 很快去到三寶的頭場 三寶的頭場 我是 剛剛 粗粗一點 就用高東來 給周俊駕騎 有錢分的 就是 隔晚有九倍十倍分的 風雨區 OK OK 風雨區 就是 周俊駕騎過一次 不行 跑第十 但是 Tony仍然被他騎 那次打到熱門 這次打到熱門 也不錯 找他拖 3號 高耀智聲 又是上一次 隔了沙 大敗而回 這次 一早已經有票 五六倍 9號 南莊 家好 這陣子的馬 你真的不要走漏 他 有 田大安三哥騎 另外 就 呂建威 給莫拉騎的三檔十號馬 暖在你心 另外 還有兩筆冷的就是 何妍的心中有馬 如果何妍有手影 就要拖了 4號 加上7號的 美麗躍動 美麗躍動這匹馬 很多次的牌制 都是有奇蹟的 但是看來這匹馬 那個高潮是過了 但是 希望他今天可以回來的話 而 高東來 給周俊樂 那匹 又怎樣呢 我又贏 這個是 二十皮 的 鴛鴦Q 或者 二十塊的 二重彩 因為 這一場 我一早 一定 不會犯了 上一天 老根上的錯誤 沒有 長一長 都壓住 在兩個 七磅仔身上 壓住 那些雞仔主 飄 這個 扔水片 對不對 OK 第八場 就是 三寶的第二場 莫黎拉 今天 是騎一場 少了 騎一場 方家柏的馬 就是綠色有魂 跟李榮漢先生 馬主 就是 很相配的 方家柏 以前 也是 帶綠色的馬 走去 揚威 新加坡 我也有在新加坡 牆場 今天就是綠色有魂 1650 這匹馬 重了十磅 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比 莫黎拉 騎 另外一部分 我覺得 我反而更喜歡 買WINPay 就是 張耀 有錢 分過 綠色有魂 當不太好 當然 當不太好 當不太好 才有分頭 但是 梁家俊 用心騎 華人之中 口後勁 很 直一開跑 馬上大出 也可以 好像上星期 2200公尺 贏 那一部分 就是 哇 上星期 那場 起營運 誰人都贊 就算 莫黎拉 也大贊 梁家俊 那場 是 港馬的人 都是 贊 希望他繼續 有好表現 今天 一筆就是長耀了 至於 還有他 駁 高東尼的馬 是真的 零射精神的 所以就是長耀 這匹馬 也沒有輕了 重了三磅 然後 10號 冷一點的勤德 兼備 有個一檔 又是賀賢的馬 給楊炳麟 克里夫的功夫也挺好的 楊炳麟 所以 490 這三筆 是我喜歡的首選 冷門就是7號和8號 又 惠雄 和勇戰神區 勇戰神區 為什麼要介紹呢 因為他是智利馬王 智利在哪裡 阿根廷旁 全世界 由南至北 由北至南 最長的國家 最窄 東至西 很窄 南至北 很窄 在南美 這筆是智利馬 8號 勇戰神區 明天有很多馬匹 余潤卿先生 一家的馬 OK 來到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這場馬 我首先介紹重了24磅 上一次已經贏了 周俊樂騎 又拿到一檔黃金檔 那是金鷹 疫場 我認識英文名叫 Stanley Park 在溫哥華有個Stanley Park 我們香港有個赤柱叫Stanley 他如果在赤柱公園 就是叫Stanley Park 但真是Sorry 金鷹什麼場 這個字我不敢讀錯 我只能夠讀英文 不要怪我 因為今次要趕交稿 就不記得問余百樂 這個字應該怎麼讀 真的 差了一個電話 找余百樂 但不要理會 最重要的是 希望跑得進來 1號 周俊樂騎 6號 共廠繽紛 這匹馬跑了4次 在香港 真的 共廠繽紛 跑了4次 3次 跑第1 2 2 1 1個2 1次落地 共廠繽紛 上一場 落地 跑第8 熱門 這次 要加入他 因為這匹馬 拿到好 跑千二 走過來快活谷 對著弱的對手 所以 介紹6號 另外7號 就是維廣奔留 這匹羅富全的馬 很準確 所以 有錢分 又不可以忘記他 尤其是 如果今晚 羅富全有手影 這一匹 一定不可以疏忽 甚至你可以用他來做淡 所以第9場 我就不介紹這麼多匹 只是介紹1 因為 Stanley Park 周俊樂騎 1號 4號 不是4號 6號 共廠奔分 麥拉 還有 就是 何宅搖騎 7號 維廣奔留 今晚有9場 慢慢享受 但記得 6點9就跑 第一場 慢慢享受 贏多些 拜拜 超出國 1號 twin 6號 3號